我之前教Excel的函数应用里面有提过 就类似像这样 生日嘛 然后它的实际年龄 实际年龄 它的生日 它的实际年龄 那假如说你有很多生日跟很多实际年龄 那当然呢 你不可能说你用那个 右下角这边点下去慢慢自己在那边算 几年又几个月几天 所以你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帮你做出来 不过Excel还不错 Excel里面有个函数叫datif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 datif这个函数 它可以去算出什么 算出那你就给三个参数 其实你会发现反正都一样是函数 这个函数它给什么 给这个东西 给它今天 它的生日 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比 today 它里面有个函数 我叫today today的话其实就等同那个Java里面的那个new day 一样的道理 那不太一样 不过today只有日期 new day 还有日 还有时间 ok 它比较像那个Excel里面的now now的话就是有日期有时间 ok 那因为我们只需要日期 所以我用那个today就可以 那比什么 比它们相差的年数 所以比完之后 会得到的是31 但是它会有剩下来的 比了why 就是两个日期 它的生日跟年相差了几岁 就是相差几年 那几年是取整数 就是取那个相差的 剩下会有月 剩下会有日 所以呢剩下的月跟日的话 那我们后面可以用那个dative里面的那个ym ym ym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去看那个年的部分 剩下的月有几个月 就用ym 得到八个月 那中间实际上 一样是串接啦 有没有 end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是一个 一个那个中间我们串的那个字串 串这个 ok 八的话放过来 所以把这个结果八放过来 然后后面又串什么 个月 又有没有 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后面又是一个字串 然后呢 串几天 那 我们算完了年 也算完了月之后的话 剩下还有天嘛 剩下的天的话 你可以用md 所以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dative函数啦 只是差别是 他用y ym md 算出来 就会是31岁 又八个月 又22天 ok 那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啦 只是说 同样的东西 在esale ok 可是在 那个java里面 他因为java里面如果有一个函数叫dative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丢给他东西 他给你最后的结果 但是呢 实际上有没有 应该是没有啦 没有这种dative 除非你自己去写 好 可不可以写出来 可以啦 你自己也许 制定一个什么呢 类别方法嘛 前面有教过嘛 那个类别方法不外物就是 你引入什么东西 然后你return什么东西 引入什么 return什么 那不过因为 这个dative服务 你们也许可以查查看啦 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写 如果有的话 先打开用是最好的 不过应该 可能性好像还蛮低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要自己写 那早上有讲过啦 其实主要会练习这个东西 因为 在我们实际上遇到最 最多工作上遇到不外乎是数字的问题 不外乎是文字的问题 不外乎就是日期与时间的问题 有没有 你看你接触到的相关实物经验嘛 最多的就是数字 文字 日期 好像再来有没有 差不多了啦 OK 其他可能会 资料库里面顶多会放true force 不过一般 放true force的机会好像也蛮低的 好像没有人在放true force 要不然就放upture 不过好像也不会有人把upture 就是图档放到资料库 或放以色列 也没有 大部分就是放这三种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日期与时间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如果你可以处理这部分 那将来你遇到的状况 我想90%以上的问题 应该都可以比较好处理 OK 那可是这样的逻辑 如何变成Java的逻辑 OK 其实因为我都有设备啦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 就是畜类旁通的啦 所以以后你不要说你只会一种东西 最好是eSale里面 因为你在办公室里面用来用去 大家都习惯用eSale 所以你的档案来源 他会跟你讲说 最好你帮我搞定的是eSale的东西就好了 然后最后给我eSale的东西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一个奇怪的档案格式 他反而头痛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开 OK 一般end user 其实说真的他也不喜欢动脑筋 他也不喜欢改变 他喜欢最简单的方法 打开eSale OK 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一直强调 那个VBA这个东西 为什么突然又夯起来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这东西已经出来超过20年了 其实我认识他 这个VBA这种程式也超过20年了 因为我最早就是写VBA 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简直是 就是 跟吃饭一样简单 所以我来教这个东西 简直对我来说是 很easy的事情 只是说 当然不只是教VBA 如果也把它转成Java 那更好 反正就无国界了 语言本来就没有国界可言 它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OK 那这样的逻辑 我要怎么样把它实做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刚刚稍微动了一点脑筋 就把它做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因为我这边已经预先输入了 OK 我没有额外输入 我是直接把它写在这里 1984年10月14 这个是我的生日 没有反应 我就觉得 我用反应了 我是真的 真的 真的是我的生是 前人 生的是我的后面那个 这个是 那是我生的 前面那个是 前面是我以为的 我的年纪 我以为年纪 对对对 差不多了 其实现在三岁以后 就没有所谓 新智年龄不同 OK 其实有时候 年纪很大的 还是很幼稚 是不是 蛤 有啊 有啊 很多啊 OK 好这不是重点 最重要就是说 假如你有个年龄 那你要算出 类似像Dative 因为我也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 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这件事情 做出来 当然 我跟你讲 可能一百个人想 一百个人写出来 结果都不一样 不过可能一百个里面 只有一个人写得出来 99个都写不出来 有可能 因为这种东西 有点复杂 但是怎么去写 OK 我们来资讯给各位看一下 OK 输出结果 有没有 31岁 8个月 又22天 结果一模一样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也是参考Dative 把它做出来 但是问题 在医生里面有Dative 那就好解决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使用 别人写好的东西 因为别人写好的东西 你如果已经有了 那就 所以问题就解决 但是如果没有 那 你就要自己写 所以自己写很麻烦 那我把这里面的重点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边的话 早上有提到 就是说 它可以set time 什么东西可以set time Karen的这个东西 可以set time 它可以set time 里面我set了两个time 一个time是D1 指的就是说 我的生日 OK 假设我的生日 第二个的话 set time 第二个D2的话 指的就是今天的日期 就是现在的日期 就是今天日期 OK 那我如果说 我今天要set time 的时候 特别注意 它会跟我要 什么东西 要date 所以特别注意 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边 一定要date 对着 因为它set time的时候 就一定跟你要什么 你就要给它什么 如果它是给 要跟你要一个int的话 那你就要放int OK 如果说你今天是放一个字串 比如这边跟你讲说 string的话 那你就给它一个string 它就对了 所以呢 它要给一个 date函数 那我就必须把它变出来 那特别注意 第二个比较简单 它这个 我必须这个set time 第一个时间 set time 第二个时间 那第二个时间 比较简单 为什么 这个D2 有一个day 表示今天日期 那D1的部分 特别注意 因为D1 如果说我今天呢 直接要输入一个什么 D1的日期的话 它的格式 其实非常复杂 它里面呢 那个格式 跑出来 我直接假设 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要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输出一个 那个new date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边print 把那个date的格式 给输出的话 那 它的格式 把这个地方 print出那个 假设我今天日期 我把什么呢 我把D2给print出去 那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 年月日的位置 其实 把它直接输出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年月日放的位置 我比较不好掌握 年月日 这个应该是 星期起嘛 然后它是月份 然后它的日 它的那个年 那放的位置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丢一个这样的格式 到这个 这个D1里面的话 我把它拼出来 当然你就照这个拼 给它 规则OK 可是这样的规则 对一般人来说很麻烦 那有没有办法把它简单一点点 把格式简单化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创个格式 利用什么呢 这边多一个 也是DateFormation 不过前面多一个什么 Simple Simple简单一点的 有没有 Simple 这个DataFormation 产生一个物件 New它的同时呢 传递给它一个什么 传递给它的字串 这个字串 就是我要定义出来的格式 那至于有什么格式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SimpleDataFormation 这个DateFormation 里面有相关的说明 那我就定义一个比较简单的 然后再输入给它这个格式 再丢进去的话 它就可以接受了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配合它 然后格式化 利用这个DF 里面有个方法 叫Pass 就是把这个丢给它 然后它就帮我格式成 这个丢给它 它就接受了 OK 所以第一个就是生日 第二个就是我今天日期 然后呢产生两个 Karen的 因为为什么用Karen 因为Karen的里面的话 我还可以去抓到她的year month day 然后做什么 做计算 OK 那day里面的话 它没有这个get year的 这个工 get的里面 没有办法year month day 所以必须用Karen的来做 那我就取得什么 取得就是把今天的年 减掉那个什么呢 减掉那个我的生日 所以2016 减掉1986 然后把month减掉这个 这个减 不过减出来 假设我今天呢 我原来写出来是这样子 中间没有判断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呢 它会是 类似像这样 就是32岁 又什么 负三个月 又负八天 如果你这个结果给user看 user会头痛 对不对 哪有负几个月啊 那意识就是说怎么样 应该是 要必须怎么样 所以我的想法 我的逻辑很简单 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正的 那就是怎么样 有点像 我就把这个31岁 把32岁拿一岁过来 那一岁的话就12个月 拿这个地方给他12个月 等于12个月给他嘛 让他去减 那就变成正的 那如果后面假如是负的话 那我一样 把一个月拿过来 那一个月有几天呢 那假设我是30天 当然有可能31 30 28 29 不过 这边可能又牵涉到一个问题 你要怎么样判断说 到底那个月是几天 如果那个判断可能太复杂 我先用30天来代替好了 如果你想要做得更精确的话 可能还要再去判断一下 就是说你要减的那个月 到底是几天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多一个逻辑判断 假设这个问题要解决的方法 因为这个可能你们自己想的话 应该也要花一点时间 那我已经写好了 放在这里 用最简单的逻辑表示 什么逻辑呢 如果 这个是负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year部分减一年 然后给谁呢 给month多12个月 让他多 减了之后就不会变负的 第二个逻辑是 如果 天的部分 是负的 那我一样把这个月 拿一个月过来给他 给他 给他30 让他去减 他就不会 减出来就不会负的 所以我想出来 因为其实也是临时想到 遇到这样 那再多一个功能 多一个这个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是负的话 所以我想出来的话 类似像这样 那应该不会很复杂吧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一负 month小于0 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 然后要做什么 把year减一 year减一就是year减减 其实year减减就是year等于year减一 ok 那就是用减减比较好写 然后month的话呢 等于month加上12个月 所以他如果是负的 加了之后的话 他就自然就会多12个月 就不会是负的 ok 但是年会刚好减一年 那相对的day day假如说是负的 一样是小于0 那我就month再减减 就是month等于month减一 然后呢 给他加30天 加完之后他就变正的 所以这个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那当然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变成31了 因为减减嘛 然后本来是负的 那就变正的 因为多了12个月 减出来就变8个月 然后本来是负的 然后减出来就变正的 ok 那这个是我的逻辑 我就很直觉的把它写下来的 那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注解 我可能到时候再把它加一下 因为这个临时想的 所以里面的话 比较关键的大概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 也许simple data format 这个可能比较特殊一点点 那这里下应该没有比较特殊 这个是取得什么年月子 这个应该ok 那这个是把那个负的东西 把它再多12个月 跟多30天 那最后输出啦 ok 大概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东西 只是说要把这些东西实做出来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102的下面 补充的部分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在这边有个计算年龄 102的下方 会多一个计算年龄的补充 来画面先还给录一下 试一下 ok 嘿 是这个地方 这个soro exception 这个一定要加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转换 因为它等于是输入一个 这个格式给 给这个给它的时候 有可能pass的时候 pass转换的过程当中会出错 所以它强制你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一定要去add一个什么 soro soro就是丢出一个什么 丢出一个例外 就是丢出一个 你可能会发生错 那个例外事件的那个参数 所以一定会加一个什么 soro 这个exception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 它会自动加上去 但你这个地方没打 它一定不会过 像刚刚同学问 如果你把它deleted掉 它就出现这个错误 ok 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再加上去 或者它还有第二个提示 soro with try cache 跟刚刚一样 因为刚刚是 也许你丢的不是一个数值 但是你要让它转换 那如果让它转换 它一定可能就是会发生错误 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错的 如果错的话呢 它会丢出例外事件 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它会强制你去做一些事 所以你可以选上面这个或下面 我们用上面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单纯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丢出什么 反正就是exception 哪一个都ok 也许就是这个 exception 丢出一个exception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跑 那跑我想应该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我刚刚是 在帮各位加上那个注解 把这个注解加上去 应该就会比较清楚 如果说 我刚讲的 你还是不是很懂的话 你可以再看一下注解 因为我觉得 之前有上课同学是 是说那个 我好像加了注解 他突然好像眼睛就开了 好像眼睛突然 好像看懂程式了 其实不是看懂程式 是你看懂注解吧 ok 他说突然他看懂程式了 我说不是吧 因为我加了注解 你才看懂的 所以他的叙述是这样 我想说 怎么可能突然你看懂了 原来是你加了注解 你看懂注解上面说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呢 你们写程式的习惯要养成好 就是说 尽可能你写完的东西 你现在懂的不代表 你几天之后你还懂 ok 也许你现在很清楚 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你过几天之后 你又忘了 所以我还蛮强烈建议 你要自己加自己 自己看得懂的注解 那我是写给你们大概看 当然我是简单写 ok如果你要写复杂一点 没关系啦 就是你把上面多写一些文字 甚至如果你没事 觉得要写多一点 没关系 你可以再写个日记吧 今天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是几月几号 都没关系啦 然后今天的心情 也把它写上去 也可以啦 注解随便你要写什么 就写什么 但是有工作上面不一定 工作 因为我觉得啦 其实写程式 为什么那么感觉硬邦邦 其实我觉得因为在上面看不到 你比较能够理解的东西 所以也许你写多一点 你看得懂的东西 你会比较觉得他友善一点点 ok 再来也许我觉得 应该语言障碍也是一个问题吧 大部分同学应该英文都不是太好 所以也许全部都是英文的 你可能看起来也比较辛苦啦 所以当然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好 就是说应要一定要很辛苦在K英文啦 那你可以就是说 尽量用你比较可以习惯的方法去学习 ok好那这一题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也许我们继续再来看那个 就是后面的那个范例题 后面的话也许我们再来看 刚刚106部分已经讲完了 然后再来的话 后面好像还有几题 第二类的吧 第二类还没讲 所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如果理解上应该不太是慢 还是可能是打太快了 想说一个M开头 因为都MO开头嘛 ok应该是慢时才对啦 ok所以同学还蛮细心的 应该是慢时啦 那至于 至于为什么结果也是对的 可能因为返还回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可能再看一下吧 慢时慢对 ok好那这个同学还蛮细心 不过正确的应该是慢时才对啦 可能是打的时候打错了 ok好那其他的话细节 我想各位再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还是 刚才刚刚那个层次 就是 是有两个意思是要检查 对对对 那那个 就是这两个顺序是不是 反过来会比较好 因为他有像会检查到 慢时如果接见 他就是这个情况 喔 也对 所以应该是这样 上面的先判断 后面的再判断 对 所以如果等于也不能 也不能算 就对了 那当然我是直觉的先想到啦 那当然刚好没有出错 所以理论上应该要 思虑要更想 就是更多啦 可是就是一直 你要去把可能的状况去做排除 所以这个逻辑判断 也许不只是这么单纯的啦 ok那 当然你说呢 小于等于 这个也要判断嘛 如果他小于等于 0的话 对 小于等于等于要放后面 如果这两个 假如小于等于0 你说等于0的话 慢时如果等于0 等于0也不对嘛 等于0的话 也变成要用12去去减它 ok好 所以这里的话 ok好 那警规再试一下好了 那其他状况的话 可能再自己补一下 因为我这个范例 是就是比较临时性的想到啦 我刚刚就是临时性的试做看看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还不不见得十分完备啦 所以同学有提到那个 像也许先用date再去判断mence 这个导致 第六个就是说 如果小于等于0的话 那这样也不对 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 也许可以再想想看 还有刚刚提的那个 我再把这个程式再重贴过 我再把这个程式再重贴过 谢谢大家